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,泉州。 泉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 那是什么原因让我喜欢上了泉州这座城市呢? 这还得从去年参加了中国寻根之旅家练营说起。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 林队老师带领着我,跟其他姻缘们一起坐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, 开启了我们泉州寻根之旅的旅程。 当我们抵达泉州,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 这里的人民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,仁慈宽厚。 这就是家的感觉。 顿时,我怀着好奇的心情, 四处张望着这座美丽的城市。 在这里,我看到了许多许多历史留下的遗迹。 比如,开元寺,清静寺,凤山寺,天后宫等等。 我们去游览了开元寺。 我看到了最有名的东西塔。 当听到老师说,这个塔高游48点27米时, 我不仅惊叹古人的智慧博大今生, 其所遗迹物都是珍贵之宝。 游玩开元寺,我们又去游玩了开元寺旁边的西街。 整条街的美食种类繁多,口感丰富。 其中,醋肉是我觉得最美味的美食之一。 一口醋肉,酸中带甜,甜中带香。 尝起来味道鲜美,让人每一口都感觉到满足。 泉州,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, 不仅有美丽的风景,还有好吃好玩的地方, 真的是让我大些人的喜欢。 最最重要的是,我的父母们在这里长大, 而这也将成为我扎在骨子里的归根。 我爱泉州,这片缔结人灵的城市。